《玩具TV》第29季季大結局 即第11集 初初打算押軸 見到旁邊的導演說 這隻就這隻 要看押軸 因為大家早兩天有去Toy Show 亦知道How to Works的買玩具玩法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多次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們的影片 其實那三天 我個人都覺得是極值得去看 不要說想買東西想炒東西 本身它整個九尖的場 真的擺滿Art Toys 只是Art Toys 不會有什麼機械人 不會有什麼其他動物 這次好像是特別明顯 是呀 你整個場都只是藝術玩具 這個無論會場的佈置 氣氛都很舒服 亦都有不同國家的Artists 在這個會場裏面 分享他們的 對於他們自己作品的一些分享 亦都見到很多很漂亮的Artworks 不只是Figure 即是他們手繪的畫 本身就著他們的創作的一些熱誠 可以在他們的檔口裡感覺到 那你拘捕了多少錢 數不到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這個換物壯陽 回到這裏 亦都在未介紹之前 我亦都講一講How to work 其實你怎樣有機會可以買到 這一類型的 我叫 又不算說 它又沒有特別叫限定品 它純粹是要你抽 怎樣買呢 首先你最理想的做法 就是買一個800元的A票 即是800元 接著就去這個How to work 排隊 排完隊之後 你就要再買兩件現場的產品 每件1200元左右 即是800元低2400元 800元是純粹是票 當然你有Figure 貴票 但貴票就可以排組隊 所以我先用這個方法去解釋 一年 沒錯 A B C票 你C票就不知排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用最快的方法 用錢解決問題 就不是問題 所以我就有很大問題 繼續說 你買完兩件Figure之後 就可以有手帶 接著就根據時段 4點也好 6點也好 12點也好 就聽到期時的會場的抽籤 就看看你的手帶 有錯請更證 有機會是不中的 買不到東西的 有機會 不過 你真的有機會中的話 你就會在他那個代表那裏 那裏 20多件產品 其中一件 你沒得選的 你就可以去買那件產品 抽來買 抽來買 即是你800元 2400元 再加可能1800元 這個是那個買回來的嗎 哦 那個人在會場買回來的 我當然沒有本事 我當然沒有本事 你又再加多一點 一定是 你哪有這麼好處的事 因為其實我再可以說多一點 本身這件事 是今年年中的Wonder Fest 那時候推出的 那 Wonder Fest日本 我代購排隊 不過買錯了 買錯了小小盒的盲盒 買錯了小小盒的盲盒 S.A.F.S. 大家留意 買的那班人沒有一個知道這件事 是甚麼 我講的 神經病 看看那個波殺先 怎樣也好 來來來來 看見 其實這件事究竟是哪一個畫的呢 我覺得應該是嘉昇畫的 是畫來的嗎 是啊 我猜是有錯請更正 如果大家有關於這個產品更加多的資訊 非常歡迎在下面留言 Illustrated by 嘉昇 幸好沒有吹錯 我覺得畫風的確是嘉昇 instead of 環山環老師 這個Thunderboot 的側邊 和後邊 其實都和平時大家玩開的 Market盒的設計 是同一個風格 當然 Clossover 華山環老師的Market盒 就一定是這樣 開 就這樣開 嘩 顏色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同尺寸有多少款 兩款 其實這件是第三隻 這個寫到明是 Non-Scale Series 03 第一隻是正常的SAFS 有一個六字最出名的SAFS 第二隻是更加出名的Snowman 雪人 第三隻就是做到這個Thunderboot 當然 很漂亮 很坦白說 好想買 大家拿出來玩一下 好漂亮 這次的配件比上次多了一塊 這塊 就是炸彈了 沒錯 好軟熟 真的 好 真是看看這件事 逐樣逐樣來 這次多了一塊Funderboot 或者多了一塊炸彈 其實你會很有趣地看到一些朦朧的字寫著 How to work H2W 叫什麼字呢 Monsterbomb 接著我已經很難猜了 不知道什麼Max 大家猜猜吧 本身雖然是朗膠 你會見到其實它都有做到一些舊化 一些移印 乾素 其實都交足貨 很多的 當你有玩開橫生弘的SFVD 或者MAR-K 都會覺得這個表達方法熟口熟面 好 接著就到這個 La Boo Boo Pilot 這次已經出到第三款 它可動的就是只有頸 這次的新造型就是拿著這個網鏡 也有移印的S03 衣服 背色的花 褲也做了一些邊 深鮮 輕微的舊化 整個很有趣 不過重點 就是後面這件衣服的Logo 你會見到寫著La Boo Boo Thunder Boots 就是這次這部Thunder Boots 我覺得是部隊徽章 將來這個Mini La Boo Boo 會不會有一個大小小的Pilot 我覺得都有機會 因為坦白說 任何這個系列的La Boo Boo Pilot 設計也是很有趣 很吸引的 所以希望很快會見到第三個La Boo Boo Pilot 就是它 大隻的 好了 又介紹完 接著 我覺得的重頭戲 三隻這個SAFS 確實在造型方面 我自己是最喜歡這個Thunder Boots 為甚麼呢 因為本身其實之前 六號仔SAFS 和這個雪人 如果大家一向都玩開 橫山雲老師的SAFS的話 其實你都已經覺得熟口熟臉 而今次這一個SAFS 它真真正正是加了 La Boo Boo的Signature 在它的機身上 整隻東西根本就是一個SAFS版的La Boo Boo 可以看回 對比一下 頭一模一樣的 所以今次我自己覺得最吸引 或者我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先 用了這個海軍綠色來做主塗裝 這個迷彩也是很舒服的 舒服之餘 你會見到它的迷彩上面 有些類似用風沙侵蝕過的一些痕跡 簡單來說就是一些直狠的筆數 我猜是人手肝數來的 人手的 全部都是大媽 沒錯 大媽功勞 還有它們本身每一個細胃著色 都很精彩 當然 你會見到有不同的標籤在這裏 這個也是貫徹上 MARKEY的一些裝甲服的特色 我比較好奇 蓋上膏連接兩個耳朵 到底是新毛 還是用膠水貼上去 這個就真是不敢說 等一下再打開 沒錯 如果大家有之前兩隻 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 因為今次這個SAFS 它的手臂 就轉回做有手指 就不是槍 所以變成相對比較有趣 腳板呢 都做了給你的 有些什麼 即是那些痕跡 還有你見 腳那個舊化和痕跡呢 是做得重手的 所以變成整件其實是很完整的 當然 重點當然是可以打開 駕駛倉就在這裡 如果真的原價1800元 我覺得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嗯 嗯 我這個看不到那個 到底有沒有開洞 是 有一個件遮住了 駕駛倉都很清晰 當然 玩得這個系列 當然是 下去了 朋友號 嘶 下去了 拉布布 沒錯 下去了 拉布布 好美 好美 那就可以完整地 看到整個 Thunderboot的造型 就是這個 細拉布布 配合這個巨型拉布布 完成 但到底這顆炸彈是怎樣用的 裝飾的 只是手持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0號機 就是這樣 0號機 噢 還有挺有趣的 都可以看一看 它那些 Marking 我叫Marking 先 LA 拉布布 還有Funderboot 最精彩當然是 整個拉布布的標誌 變成這個 標誌出現 它有04的話 我都不知道它玩什麼 好 坦白說 達州有心機 它不是單純的鑽石 是的 每一隻都是有 它的獨特的支柱 沒錯 那麼 連前望器 都可以左右扭 這個 我想是沒有辦法 這個是extra 這個拆件 沒錯 純粹是拆件的問題 但是都是那句 這一件 都 在我的一貫收藏系列 這個都沒得走 又是Best Buy 那又不算Best Buy 因為我買貴了 是 是 好 介紹到這裏 漏了一件事 想講一講 剛剛現在跌了咪 歪了 會稍後調校正 既然都是收到音 我照說 其實 挺有趣的東西 就是 我在會場那裏拍照 是 是 我是一到手 就立刻在前台那裏 就是拆合影 平時我在街 玩外拍呢 都沒有那麼多古怪的 都有 但是沒有那麼誇張 真的 他會覺得 哇 你這件事你拆出來 你搞什麼 就是他們的概念是 是不會拆 不會拿出來玩 或者更有甚者 是覺得 哇 你拆了你還能買出去 就是那個感覺 變成一個疑慮 因為真是在現場 我沒有見過人 任何 縱使幾精彩幾靚的玩具 都有拆出來拍照 是只有我一個傻佬 怎麼講 哇 那剎那高幾個人 而側近那些疑似 國內的朋友 更加用一種很詫異的眼神 看著 我是一個怪物 我認我是一個怪物 一會兒見 我成功 是一個怪物 就是 是 一個怪物 愷券 那是 有人 是 我 想 我們 是 一